黄瓜丸子汤参考月令,10M加今天,我把鸡胸肉和蔬菜,用1比1的比例做成丸子,让原本干,柴的鸡胸肉,变得入口即化,而且黄瓜作为含水量超高的食材,也非常适合这个又温又热的季节食用。 我们制作时可以多做一点,给全家人一起分享哦,白宝宝腐食为课堂,豆国美食官方认证达人,用料做法步骤,一,准备食材,胡萝卜30克及胸肉80克中筋面粉,10克去皮黄瓜60克,二起锅烧水,水开后先放入胡萝卜焯水10分钟,再放入黄瓜桌水2分钟,由于蔬菜的耐主性不同,妈妈们要分开桌水, 三,焯完水后捞出,冷却至常温,四,黄瓜去饶,黄瓜有很多小子,影响宝宝消化吸收,一岁以内宝宝建议去掉哦,五,去饶后的黄瓜一半切丝一半切丁,胡萝卜切小块,鸡胸肉切小块,用普时机内一次放入鸡胸肉,胡萝卜,是毫升生姜水,搅打细腻,生姜水制作方法, 两片生姜加适量门开水浸泡十分钟,大月饼宝宝如果要调味的话,可以在这一步放一点点盐 七,搅拌好的鸡肉泥中,一次倒入黄瓜冰,中筋面粉 八,搅拌圈圆至粘稠不易滑落,焦,起锅烧水,水开后转中小火 十,手心沾水,鸡肉泥比较沾手,手心沾水可以防止沾手切表面更光滑 十一,咬一勺鸡肉泥放入手心,搓圆 十二,搓好后的鸡肉丸,直接放进锅里煮至浮起后,再倒入黄瓜丝 十三,再煮三分钟 大月饼宝宝如果要调味的话,可以在这一步放一点点盐 十四,一碗双口的黄瓜丸子汤就完成了,鸡胸肉里加入了黄瓜和胡萝卜 口感入口即化,非常软嫩,夏天再没有食欲 看着这一颗颗的小丸子,都能吃得停不下来呢 小天吃天佳要领,再给一碎以下,宝宝吃这类丸子时 妈妈们一定要先用筷子加成小筷子给宝宝吃饿 丸子一次做多了吃不完,也可以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三天内吃完就可以了 宝宝说,有时候即使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制作主食 宝宝还是不想吃 这时候可以像我今天这样把主食米饭或白面藏进丸子里 宝宝吃的这一餐有碳水化合物,蛋白质,脂肪 偶尔不想吃主食也是可以的 食欲不开始,不要强迫宝宝,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邓国美食,家庭厨房领域最大的美食社区及交易平台 100万道美食菜谱,任您挑选 各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,邓国美食APP查看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